太美 籃球太危險 哎呦你幹嘛 而且好討厭 集彩妹 練習了兩年 我多想用背帶隔絕世界 我的長條Rubber籃球 集彩妹 這個翻唱非常的完美 就差那麼一點點 它少了一點動作 集彩妹 集彩妹 歡迎收看 最奇葩的新秘密一個 我是Zan 這個系列我一直都覺得 不會紅 真的 不會有什麼來看 真的不會 到底為什麼 上一集藍色妖精已經快200萬 Oh my goodness 我也不懂啊 我只能說 藍色妖精 謝謝你 如果有機會 一定會踩爆你的前戲 之前無論是在背景哥 還是藍色妖精那邊 我們都有看到一個 頻繁出現的聲音 蔡徐坤 蔡徐坤的帥氣與實力 相信大家是有目共睹 當初看到她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你被做成名字遲早的事 那今天我就好來欣賞一下 在新生代的偶像裡面 最ㄎㄧㄤ的美男子 是吧 牛逼啊 你再度的 過度的 超度的我 三度 我想了非常久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你幹嘛 我記得她 我某一集人笑裡面有出現她 那時候我還說她長得像九面 現在我錯了錯了 九面哥錯了 你帥多了 喜歡唱跳 Rap 籃球 音樂 好強喔 我剛才以為一開始那個畫面 我以為是有人亂塗鴉出來的作品 以為是個青銅 結果來了一個王者 只是他們還差他們一點點 如果他們動作再加一點點的話 就更完美了 幾例太美 超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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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怎麼樣 把每個動作設計得可以剛剛好 光是他把震子蛋給乾淨的P掉這一點 我就跪了 你們太神了 太神了 太神了 先靠一下 先靠一下 我剛剛聽了一首最委屈的作品 天哪 剛剛那個女版的蔡徐坤出現我真的沒有亂講 先靠一下 先靠一下 小姐姐你不要那麼突然好不好 我正要撐在你的腿 結果你打了我的嘴 跳的機你太美 讓我看了有點後悔 我倒是個 蔡徐坤 該主公 說實在我 不太懂這一段的梗 印度風的蔡徐坤嗎 知道的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一下 我會懂 蔡徐坤哭暈在籃球下 蔡徐坤哭暈在籃球框下 蔡徐坤哭暈在球場 剛剛那段應該不是給我們正常的習慣看 需要一點貓草 好 太神了 我真的覺得網路上的大神們 只要有梗 他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活在這個時代真好 好 像這種音樂的惡搞跟創作 我真的覺得他們真的很強 但是說實在的聽你有點躁 我快控制我做自己 我不確定下一集會有怎樣的嘻哈迷根 反正我是不是很感受 快 既然是可以有更多的 如果你們可以的話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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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